嗯 大家好 这一期来讲一下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个菲律无美元网站 嗯 我出了第一单 你上一次录教程好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客户下单之后 现在会有一个显示的 就是在这个主页上面就是这个卖家模式 卖家模式的主页上面有一个显示 这个显示显示你的定单的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个办法就是在这个Fallet里面 然后它里面也会有一个有一个订单的显示 应该是这 这个已经是做完了 已经是在等待那个甲方审核了 我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订单的一些一些详情 就是订单里面一些详细的信息 就是因为如果如果是一个订单的话 客户肯定会提供你一些相关的资料 包括一些他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订单 然后这是一个20道的订单 20道的订单 做的是一个做的是一个颁奖典礼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上面是我的一个发布的一个信息 就是我的项目要求的一个信息 然后他选择的是一个基础套餐就是20道 我这个订单好像还有一个中级和高级的一个价格 好像是一个30还有一个40 40道 我们先预览一下 就预览一下我现在这个订单啊 这个是后台的一个点赞数 包括点击率的一个预览量 包括现在的一个订单 现在就是一个20美元 然后35美元 这个是因为他有一个单颁奖 双人颁奖和三人颁奖 当合奖的一个就是我分的三个一个级别 大概是这样子 他选择是个20道的一个技术订单 然后这底下有客户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需求 就是订单的一个需求信息 就是说你的买你的买家就是可以直接可以把需求信息提供给你 然后第一个是文字第二个是图片 这个在你发布订单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 发布订单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那个 嗯不是后台上传一个就是假发需要提供什么东西吗 就是他这就是 嗯我上次传的时候有一个文字还有文件 就是假发会提供文档和图片信息给你 然后就是一个就是他让你把这双鞋子做到那个半件点底上 就是做到那个半件点底 我的我的那个预览视频上面 然后再加一些字母 嗯 然后下面是我问他 我问他好像没有回消息 我我问他好像没有回消息啊 我我说 嗯你是需要制作成那个预览视频的样子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嗯你能不能通过平台的一个邮件来联系我 因为我好像他下了订单之后他没有和我直接聊 你看我这里有一个我这里有一个 这个有两个有 他没和我直接聊 因为这个人是上次和我和我聊的 和我聊的 他也提供了一些信息 但是他没有下订单 问我可不可以做 但是我发我给他回消息了 他没有回我 因为可能因为时差的原因 然后嗯就是基本上我前一天回消息 他后一天才能够回复我 基本上这样子的 嗯 然后他这个要做一个六千左右 一个快七千乘以一掌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视频 这个估计会报价高一点吗 这个到时候我和他详细聊一下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继续来讲这个 可以向他提问 他可以回复我 如果别人在线的话 他会回复你的 我可能提问的时候他没他不在线 所以那是早上是昨天还是早上提交的 然后就是交付 就是这里说的是一个交付的情况 就是这个订单要三天完成 嗯 就是你 就是你他下定下完订单之后 他会根据你的前台的一个时间显示 就是前台你不是有写过一天 两天三天吗 他会根据你你的显示 这里有个倒计室的很大一个倒计室 我现在是提交了 所以说我现在是看不到了 很大一个倒计室 倒计室你 你跟你还剩下多少时间 然后这个是我跟他做的一个 我跟他做的一个视频 这里我就不放给大家看了 这个 我就直接可以上传给他 他这里有个附件的 就可以上传 上传完之后然后就好了 然后我现在是等这个 买家的一个反馈 估计也没什么大的修改 因为他提供的质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我做的东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符合他需求的 因为比你这个价嘛 所以也不会跟他做很复杂的东西 但是这个肯定是比那个五美刀 五美刀要好的 因为五美刀 就是说你如果专业技能过硬的话 其实你的就是说 你上传到这个发布里面 就是你发布的内容 如果说很符合甲方的拒绝的话 甲方还是会消 但是因为他这个好像 不比国内的有某些平台 我这里就不提名字了 就是某些平台 他砍价了砍砍了再砍砍了再砍 所以能做就做 不能做就算了 我留不靠这个吃饭 就是说如果有订单的话我就做一做 没订单的话那就就放在这里上面 我已经好久没更新了 然后就做完订单之后 我今天才更新的 才更新的 才更新的上架了另外的内容 到时候再看吧 就是说 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点赞 点击访问量 来看一看你这个订单的一个 就是在买家市场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环节 然后如果说很多天了 这上面还有 这上面点赞和这个 这个点击和运览量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你干脆就直接下架上了 如果很多天都没有这个这个数字的话 那你就要想一想 你发布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符合一个买买方的需求 大概情况就这样子 就是这是第一弹 后面应该肯定还会 还会有的 因为我发布的视频是针对于几块的 就是我就是制作的视频是针对于几块的 因为不同 不同时期 然后不同活动 然后包括 不同的内容 都有 我都有发布 这个要看甲方的需求 我肯定不会标五美元的 就是说我现在发布的视频 基本上是超过二十的 基本上不会说说是五美元 帮你做个追调什么 像换换logo什么的 这种我一般我就不发 我一般都不会发布 因为我看到这个平台上面最便宜的五美元的 他做nogo要做差不多七个到十个的样子 三十块钱 他要他要摸吧 这个很不滑上啊 我直接做一个 然后熟悉了 然后好像以后可以继续继续替换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这个 做这个事情 眨眼睛啊 我是十点钟 十点钟录的录的教程 现在十点过七分 然后已经确认了 嗯 订单已经完成了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显示收款的一个信息 下面会有个显示收款的信息 就是这个订单的信息 然后平单平平台是收成 平台的佣金好像是百分之二十 就是五美元是一美到 然后这个是我收款的话 是十六美元 就是要平台要抽四美元 四美元的佣金 这个还算比较简单的 就是花了半小时时间 然后 基本上就是现在已经刚提示我 刚刚收到消息 就是说 已经过了甲方的一个审核 估计他要求也不会很高 他也知道这个价钱 嗯 我自认为做的东西 就是说还是应该应该是比较符合他需求的 因为我跟我预览的视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还是非常感谢客户的一个认可吧 嗯然后今天就这样子吧 就是我本来 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本来这个录制软件出了点问题 然后后面刚才我录制都没有录制上去 然后我又我又进来点录制的时候 然后平台就提示我这个订单已经完成了 那我就接着录制了 然后就有现在的这一处 好吧 嗯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的话 可以关注或者订阅一下 嗯 后面应该会 再更新一下 其他的 其他方面的内容吧 啊 谢谢大家